5月份以来 美国与伊朗局势持续紧张 一方面美国加紧对伊朗进行全方面围堵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希望与伊朗领导人坐下来谈谈 让人搞不懂美国究竟是要打还是要谈 而伊朗方面则始终认为 谈判只是美国政府比伊朗就范所玩的文字游戏并不可信 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突袭伊朗 据透露特朗普批准在21号黎明前对伊朗发动袭击 以报复美国无人机被伊朗击落 美国战机已经起飞舰艇已经就位 全世界的神经都紧绷起来 美伊真的要动武了吗 但就在当天晚上行动开始前十分钟 特朗普又取消了这一行动 并通过阿曼向伊朗转达信息 美国对伊朗的攻击迫在眉睫 不过他反对与伊朗发生战争 希望与德黑兰展开对话 留给伊朗的时间不多 希望伊朗尽快回复 发起袭击又突然暂停 转而发出对话邀请 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伊朗如此反复无常的戏码 近来频频上演 当地时间6月13号上午 在阿曼湾有两艘大型邮轮被袭击 分别是挪威的前线千牛星号和日本的国华勇气号 图片显示 邮轮爆炸后起火冒起黑烟 事发地点在距离伊朗海岸40公里的阿曼湾公海上 阿曼湾附近的霍尔木兹海峡 一直被伊朗视为与美国博弈的重要筹码 此外 这已经是海湾地区在约一个月之内 发生的第二起邮轮遇袭事件 5月12号 阿联酋附近港口四艘邮轮遇袭 美国机器盟友一口咬定 伊朗是幕后黑手 而这一次 美国再次将矛头指向伊朗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指出 实际上是伊朗救援船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并从海上救起了44名船员 美伊双方各执一词 真相扑朔迷离 在这两只黑白的模糊不清的照片 和一分钟左右的视频中 大概可以有两点猜测 第一 它的世界非常模糊 那么到底谁干的 什么样的船行 哪个人 到底行动规律是什么 无从判断 它只能说明有人有小船再接近邮轮 而且在舰体的中部再做些什么 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是伊朗人干的 第二 如果是伊朗人干的 比如说使用磁性水雷 在对方的邮轮的中部 进行了这种粘贴和放置 那么谁会蠢到在这个时候取回水雷 水雷部之前 所以从战略判断和整个地区的局势去分析 再加上伊朗本身的利益 伊朗在这个时刻坚决不会做这样的事 所以判断是第三方做的 第三方到底是谁 现在存疑 肯定是对加剧局势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 会做这样的事 在此次邮轮遇袭事件的背后推手 尚无定论的时候 美国政府一再指认 伊朗就是幕后真凶 其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邮轮遇袭事件第二天 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 再次强调 是伊朗方面制造了此次事件 但是在被问到美国政府下一步的回应时 特朗普却话锋一转 表示希望与伊朗回到谈判桌上 值得注意的是 据不完全统计 约一个月内 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伊朗发出至少五次会谈的邀约 甚至是无条件会谈 特朗普6月6号在法国出席 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时 再次提及愿意与伊朗对话 美国对伊朗是打还是要谈 有分析认为 用极限施压 倒逼伊朗回到谈判桌 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 主要目标还是 以打促谈 以压促谈 以压促乱 让伊朗在谈判中让步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面对美国极限施压下的谈判邀约 伊朗一直都不满账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说 伊朗不用理会美国的会谈提议 美国意在迫使伊朗投降 伊朗外交部曾发表声明 称美方的说法是玩文字游戏 毫无诚意 并不值得伊朗采取行动 美国总统宣称愿意与伊朗对话 但是只需一周 就证明这些话多么虚伪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 似乎是印证阿巴斯·穆萨维的话 四天后 美国财政部宣布 对波斯湾石化 及其39家子公司和海外销售网络 实施制裁 理由是 他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提供资金支持 波斯湾石化 是伊朗最大和效益最好的石化企业 其产量占伊朗全国每年石化生产量的40% 出口量占伊朗全国每年出口总量的50% 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基本上是 他试图以政治和经济压力 迫使伊朗走上大半桌 他就是试图利用伊朗的弱点 然后迫使伊朗屈服 那么伊朗第一个热点就是伊朗的经济 是高度依靠石油出口 走到今天这一步 美国套在伊朗身上的绳索是越来越紧 舆论推测 在前段时间 经济军事极限施压无效后 美国高调介入阿曼湾邮轮预袭事件 大作文章 目的是将极限施压推到极致 还企图在外交上对伊朗进行围堵 在阿曼湾邮轮预袭第二天 美国时任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公开表示 特朗普政府当前的重点是建立国际共识 英国沙特迅速战队支持美国指责伊朗 伊朗外长扎里夫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 美国在没有丝毫事实或间接证据的情况下 被伊朗提出指控 充分说明美国正在进行破坏外交 以掩盖其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径 美国目前的做法就是让周边对伊朗的敌视情绪达到空间状态 这样可以让伊朗感觉到 如果按照目前这个套路继续向前推进 很有可能会得到美国更多的压力 盟友反目包括周边国家对伊朗的谴责声音 怀疑的态度会达到历史新高 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各种作战冲突 没有一个人会站在伊朗一方 不仅在外交上对伊朗进行围堵 在军事部署上美国也有新的安排 自今年5月起 美国将林可号航母战斗群 部署在阿拉伯海的阿曼湾 并向中东增派了四架B-52战族轰炸机 数架F-35引擎战机 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1500名美国士兵 将波斯湾围得像铁桶一样 在阿曼湾邮轮遇袭事件后 美国国防部宣布继续向中东派遣约1000名士兵 此外 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还将增派两个战机中队 更多驱逐舰与潜艇 以及数个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美国加紧排兵布阵 这真的是像伊朗宣战的信号吗 中国有大规模的这种海空袭击 至少应有三到四艘航母组成的航母战斗群 所以海上目前数量严重不够 另外在地面部署的兵力也不够 你像海湾战争 有一年是美国25万 然后周边国家25万 一共是50万人 03年伊拉克战争 美国出动了19万人 所以目前只有5万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当年的这种作战模式 即使增加了6000人5000人1000人 这样对于整个周边地区的兵力对比 也没有质的变化 美军在周边的部署 无论是武器装备和人数 都没有达到一场中的规模 以上作战行动的需要 所以目前从整个部署上去分析 这是弹的架势 而不是打的架势 这是伊朗外长扎里夫 6月3号在推特上发布的一则视频 视频内容是一位伊朗母亲的叙述 扎里夫在推文中对这段视频进行了解释 经济恐怖主义针对的是伊朗无辜的平民 就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他心碎的母亲无法为长大的孩子配备甲制 这些产品受到了制裁 战利夫还在推文中表示 这是特朗普的经济战争 战争与谈判 无论有无先决条件 都不会再一起进行 事实证明 这恰恰是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方式 他有个特点 先高调极限施压 然后突然缓和态度 然后开始谈判 对付朝鲜就是这样的 这次他跟伊朗好像也重演这个东西 过去两年多 这一策略看起来 似乎给特朗普政府带来了不少成果 2017年 特朗普上任后 首先对美国的两个邻居 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刀 他批评北美自贸协定 是最糟糕的贸易协定 必须要重新改造 但是由于分歧巨大 谈判进展缓慢 为达到目的 去年6月 美国商务部开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 征收钢履税 尽管加拿大与墨西哥 均以强硬姿态回击 但随着关税打乱了供应链 对两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最终 墨西哥 加拿大 做出巨大让步 与美国签订了 新北美自贸协定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 这就是一场 以伊朗入局的谈判游戏 一边高调地保持着 磨刀祸祸的施压阵势 一边抛出 无条件对话的橄榄枝 两年多来 美国以这种方式 向伊朗发出过好几次邀约 2017年9月19号 特朗普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中 炮轰伊朗 把伊朗政府形容为流氓政权 但根据伊朗媒体爆料 特朗普当时在发表了 反伊朗的演讲后不久 特朗普的团队多次打电话 和发短信 要求与鲁哈尼见面 但鲁哈尼认为 特朗普要求见面的姿态 与其在联大发言论调不一致 所以拒绝会面 施压方式层层加码 去年5月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并对伊朗重启制裁后 美伊之间 在军事 外交等领域 针锋相对 但就在这个时候 特朗普第九次发出 无条件会晤伊朗总统的邀请 那么特朗普口中强调的 无条件会谈 真的是无条件的吗 特朗普所说的无条件 实际上是包含了所有的条件 这个跟当初美国和朝鲜的谈判是一样 特朗普也没有提什么条件 但是谈判的过程中 稍不满意 这个谈判就可能破裂 由此推测 特朗普的无条件的谈判呼吁 实则是期望在极限施压的背景下 与伊朗顺势达成城下之盟 而并非是对伊朗态度出现了180度大转弯 这一招就被美国政府用在墨西哥身上 美国白宫今年5月宣布 6月10号起对墨西哥所有输美商品 加征5%关税 如果墨西哥没有有效缓解非法移民危机 美国将从7月开始分阶段提高税率至25% 在美国施压下 墨西哥官员5号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与美方官员磋商 7号宣布达成协议 关税被取消 但仅仅过了三天 特朗普宣布与墨西哥要追加签订 另一项移民协议内容 若条款未获通过 美国将恢复对墨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在与墨西哥谈判时显露出的贪婪 又反复无常的嘴脸 不得不让伊朗警惕 特朗普政府的谈判邀约 也许也充满着许多内置的陷阱 如果要谈的话 伊朗如果不在黎巴嫩 不在野文 不在叙利亚 不在伊拉克 做大复不得后撤 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进行新的和谐伊朗谈判 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美国所有的 不谋求改变伊朗政权 但是谈了谈着 改变伊朗政权的这种对外姿态 这个肯定是谈判的一体之一 这是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对伊朗 伊斯兰革命40年之后的一次 全面彻底的清算行动 因此现在对伊朗来讲 不能轻易地谈 一谈就没完没了 一谈就没有边际 此外 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方式 还具有非常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 与上一届奥巴马政府的谈判方式 截然不同 奥巴马就是比较喜欢在多边场合谈 所以他找伊朗谈的时候 他不是一家 他是拉上其他四家 有中国俄国 那个英法德 对不对 再加美国是六家 还让联合国来做见证 特朗普先生好像不是 他就是直接一对一谈 就是他比较单边一点 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 特朗普深谙交易之道 强调低成本高收益 他认为 奥巴马多边框架下签署的伊核协议 没有将美国利益最大化 因而更倾向于单边主义或双边合作 2015年7月14号 奥地利维也纳 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达成全面协议 但这份协议遭到了美国盟友 以色列和沙特的抨击 这份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个巨大的错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这份协议做出太多让步 将使中东地区变得更危险 沙特政府 他们对核协议感到不满 因为核协议只限制 而且是阶段性的限制 伊朗的核其实发展 有10到15年的限制 10到15年之后怎么办 没有它 导弹问题怎么样 没有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这些事情不仅是美国感兴趣 更感兴趣的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外界猜测 特朗普认为 一对伊与伊朗重新签署一份新的协议 更能安抚盟友 实现他的中东战略 特朗普先生对原有的国际体系 他有点不满 虽然那个体系是美国自己建的 但是他用起来越来越不方便 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 单独退群的办法 一对一谈判的办法 他在寻求一个 对美国更有利的一种国际机制 谈判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而特朗普却往往把谈判 作为继续施压的另一种方式 也许是伊朗看穿了美国的伎俩 所以提出 如果要谈判 美国必须重新回到伊核协议的框架内 并取消对伊朗制裁 美国想无条件谈 伊朗却要有条件谈 那么美伊会谈的可能性 有多大呢 苏和罗布在德肺兰这家地团 交易市场里 经营商铺已经十多年了 近来受制裁影响 电力的生意日渐冷清 伊朗人家里面的生产 从货席上的货席 因为货席上的货席 他们的货席上的货席 因为货席上的货席 因为货席上的货席上的货席 波斯手工地毯业 有着悠久的历史 制造完成一条精美的波斯地毯 要经过一百多道工序 据统计 波斯地毯制造业 为伊朗国内超过二百多万人提供了就业 然而 由于不断加深的制裁 导致伊朗本币 里亚尔大幅贬值等因素 编织地毯所需的一些进口原材料 价格大幅提升 这一类一类一类 超过一类一类的制造 虽然制裁令伊朗国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 但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寻求与伊朗进行谈判 伊朗国内一些民众认为 伊朗此前已经与美国达成了协议 但美国奔弃了承诺 美国不可信 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制裁压力 伊朗国家电视台6月9号报道称 伊朗当天亮相名为 胡尔道德15的新型空防系统 伊朗军方称 该系统可以同时摧毁 6个来犯目标 可以探测150公里范围的战斗机 和无人机目标 还采用了塞伊德三型导弹 能够同时探测 拦截 并击落6个敌方目标 且可在5分钟内完成部署 除此之外 据伊朗官方媒体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消息 伊朗原子能组织17号发表声明 在宣布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后 伊朗将于6月27号前 突破低浓度浓缩油300公斤的存量上限 当地时间6月20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 用导弹击落了一架 进入伊朗领空的美军 RQ-4全球鹰雾人机 随后美国五角大楼坚决表示 没有任何飞机在伊朗上空飞行 值得关注的是 这是世界首起RQ-4全球鹰雾人机被击落事件 这一系列行为被外界看作是伊朗作为振奋其人民士气的信号 现在对伊朗来讲 他的这种表现 我很强势 我刚军事演习 我展示导弹 伊朗的导弹是全系列的 很先进的 事实上伊朗这种展示 就恰恰增加了周围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和美国的担忧 种种迹象表明 伊朗似乎不会接受 美国政府极限施压的谈判请求 但伊朗就真的不想谈判吗 其实不然 总统鲁哈尼曾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如果美国解除对一制裁 重返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并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 那么谈判的大门并不会关闭 每一刻都被受罪了 感到对我们的民政 每一刻都被保障 毕竟被我打败了 毕竟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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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自己的保障 毕竟被保障 毕竟被修建 毕竟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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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被救 5月26号 伊朗外长扎里夫在伊拉克守护巴格达 与伊拉克外长哈基姆会面时表示 希望与海湾地区阿拉伯邻国构建平衡的关系 提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有分析认为 伊朗政府官员近期访问过的几个海湾国家 都驻有美军士兵 因此伊朗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 实际上是在向美国释放善意 表示伊朗愿意局势向谈的方向发展 你看伊朗表面是看着很强硬 既然美国不承认伊核协议 退出了伊核协议 那我们也可能不遵守伊核协议 我们要恢复有能够活动 但同时他又说 希望有关方面在60天之内 跟我们交谈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伊朗以这种姿态 巧妙地不失面子地 打开了谈判的大门 就是给出了谈判的方向 这是一个伊朗下台阶的一种方式 伊朗认为美国最大问题是没有诚意 因为川普政府包括很多高级官员 一会说打 一会说谈 那么到底是打是谈 目前给伊朗一个很模糊的政策 伊朗现在根本就搞不清 美国政府到底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伊朗政治观察人士指出 如果美方仍执着于恐吓 脅迫和制裁压迫下 进行所谓的谈判游戏 伊朗根本不能指望通过谈判 改善当前局面 只有每一双方都接受相互尊重 和平等的原则 真正的对话才有可能实现 美国的目标其实没有变 就是要伊朗按照它的要求做 它的承诺不清楚 它要求很清楚 在伊朗角度来讲 谈和威慑要打我 目的是一样的 差别就在这儿 伊朗看中的是目标 说你目标得往后退 我才跟你谈 对吧 你还是要求我做一个 我做不到的事 那无论是谈还是打都没有意义 那么未来美伊 还有可能回到谈判桌上吗 要想达成谈判 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如果真正坐下来谈 第一要有诚意 第二呢 谈要有针对性 如果漫天要价 或者是通过目前的谈判 损害对方的国家利益 肢解伊朗 甚至是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影响 对伊朗周边的安全形势 构成严重的毒化效应 那么这种谈判 我想不光伊朗不能接受 任何国家也无法接受 有评论一针见邪地指出 特朗普市的谈判 再次将霸权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坚定地相信 可以任意使用美方的所有筹码 同时高估了筹码的实际效果 习惯性地低估其主要目标 承受相关压力的能力 将美国积累的战略声望 简单理解为 美方可以无需遵守 任何意义上的游戏规则 并以一种赌徒的方式 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种谈判游戏 所导致的声望和道义的损失 对美国来说 从中长期看 将是重大的战略损失 在一些美国政客眼里 世界舞台上演的 就是美国的独角戏 国际规则 就是他们手里的提线末尔 谈判的剧本怎么设计 剧情怎样发展 应该全由他们说了算 合则用 不合则弃 美国政府把谈判 当成了你输我赢的 零和博弈 但这样 以强权倒逼谈判 以强权挑战规则 不仅伊朗不会买仗 还必然遭到 世界各国的坚决抵制 最终结果 只能是失道寡注 自毁形象 自食恶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